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樣是 LOBO魂系列的環太平洋2的角色 鳳凰鐵丸 為什麼會直接 我講話一點硬喔 然後這一組 也有翻譯叫鳳凰鐵拳 還鳳凰什麼的 鳳凰鐵壁還鐵丸 都有啦 然後這一組比較特別一點就是一樣 盒子基本上跟之前介紹過的 吉普賽復仇者是一樣的 然後這一組比較特別應該就是 它並沒有附任何的 替換的手臂啊 就直接給大家看它的 可動範圍吧 然後它唯一可以做替換的地方 應該就是它這個胸甲這個部分 拿掉 胸甲這部分 低一點好了 它胸甲這部分可以拿掉 然後可以換上其他種 胸口的裝甲 這是哪裡的 這是什麼 等一下 喔 胸口是這一個 我拿錯了 胸口是這一個 它胸口有兩個零件可以做替換 可是我必須講一件事情 它這麼的大隻 然後它的所謂的胸口 機槍 從這樣看 大家看得出來嗎 非常非常的小 真的不是我要吐槽吧 這就是 這樣子我打從心裡覺得它這個胸口的裝甲有點弱 然後目前看得到是它右手 不是右手 這是左手 左手的部分這邊有三個某種特殊的零件 但因為現在不知道它裡面是用什麼狀況在演繹的 所以我也不清楚它那個 是怎麼換 然後它手 除了兩種一般的模式 拳頭模式以外 它有附手掌打開的兩種 然後因為是用球型關節 所以還蠻好換的 這樣一推就拔起來了 這個先拔起來 這是哪裡啊 看一下 喔 後面這裡 這樣子 它有兩邊炮 超詭異的 它背後也有機槍啊 所以它就是前後的炮跟 前後都有這個很小的炮啊 如果 以火力來講 我必須講它的火力很詭異的位置啊 就一般 這種狀況下 它應該就是 然後這邊注意看它胸甲這邊有個編號啊 30 301 897啊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301 897 但我不知道這是編號是什麼東西啊 這邊也是301 892 這邊是301一樣 是897 就基本上它的數字 身上都有一個編號 所以它胸甲部分就是可以用替換零件的方式把兩個 胸口跟背後這兩個零件拔起來啊 然後就可以用有 換上有像機槍的樣子啊 這樣還蠻詭異的 對 拔掉 然後先換回去胸甲 然後就直接介紹它可動的範圍啊 注意看它的 唉唷 它拳頭一直掉 有點鬆 注意看它的肩甲部分 跟拳頭 呃 跟肩膀用的球形關節是不一樣的 所以它的肩甲的可動性不會因為手臂這個 關節而造成 就是說你手動 然後肩甲要跟著動 沒有 它肩甲基本上就是固定在這個位置啊 所以它如果往上抬到這個極限 注意看它就會被自己的右 呃 左手卡住啊 卡在這裡 這就已經到極限了 然後可動範圍 還不差 你看它可以像這樣子 完全舉起來 然後腿的範圍 跟那個賽 吉普賽副手者一樣 是這邊還多一個 這邊還多一個關節 所以它可以除了原本這樣子抬以外 注意看這邊還可以稍微拉出來一點 像這樣子啊 也還不錯 然後比較一點 讓我覺得特別一點就是 注意看它的腿啊 它的腿是像這樣子 有點像七字型的啦 然後可以這樣子 完成這樣之後 它的腿的膝蓋的可動性 只有到這裡 並沒有說很很大啦 這點讓我覺得有點奇特 然後再來就是它腳的部分 它這隻的厚重感比較重 我還蠻喜歡這樣子的 比那個吉普賽副手者比較起來 它更像一個大型的機器人 而不是一個 感覺太美化的一個機器人 側面是這樣 後面是這樣 腳的部分 好像 並沒有其他可動關節 只有這邊有個球型關節 所以以可動性來講 它的腿雖然可以彎成這樣子 可是到這樣子 這也就是幾乎是極限了 然後雖然這個 腿它這邊好像 這邊還有多一個關節 可是它這個關節 只能讓稍微移動 並沒有到大 非常大的程度啊 所以你看它腿的部分 就只能到這樣 很奇怪 然後你要踢的話 只能踢 它踢的角度也很奇怪 踢會到這樣子而已 非常的短啦 就你如果把手伸起來 它踢的位置 跟腿伸出去的位置 其實 注意看差距不大 就以一個機器人來講 那你乾脆把手臂做長一點就好啦 做成那種人員模式 還比較帥一點啦 那頭的部分 是可以動的 還不錯 然後腰這裡 是可以動的 但非常非常的緊啊 注意看這邊 腰這裡還有個關節啊 這邊應該不算腰 這應該算是我們講的 橫割膜的位置啊 然後頭的部分 還可以這樣左右旋轉 但因為它左右旁邊 都有一些肩 肩甲 所以其實可動性 頭的可動性並沒有很好啊 然後側面拳頭是這樣子 鳳凰鐵甲 或鳳凰鐵拳 都有人講啊 就 看有沒有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隻啊 這一隻 相較之下 我覺得比較像 真的大型的機器人 有種厚實感 但是 也反映在售價 它售價明顯的 比吉普賽復仇者 要貴一點